因為我們健康節目 很難得會有這樣子的巨星到現場 所以我們特別為大家舉辦了 來 我們孟賢哥哥 先來選三位幸運的粉絲 好 先第一位 對 對 坐在中 掛一支黑人 不像黑道 黑社會的這位小姐 好 先製作 我們要來問一下 這個幸運的粉絲證明 你是陳孟賢的鐵粉 如果答對的話 你可以選擇一個比較 小小的互動方式 如果答錯的話待會兒這邊 但你不可以叫陳孟賢親你 這是不行的 不可以太過分的互動 如果你答錯的話 代表你不是鐵粉 這邊的格子會掉下去 你就不見了 我們這個有一個小機關 就像日本那種節目 就不見了 這要考驗你的靈活的激勵了 來 你先許願 如果你答對問題 你會想陳孟賢幫你怎麼樣 來 講給我聽 不能當祕密 我們這邊沒有祕密 你小聲地告訴大家 可以 因為我很少跟他握手 我想跟他握手 就只有握手嗎 可以更多 就握手了 你不要在那邊講 來 好 來 請問一下 請幫我答出 陳孟賢的三個綽號 好 千秋孟賢 對 一個對了 還有兩個 鮮鹹 小鮮鹹 好狡猾 有 起雞的 會不會 要死我 我以為是太冷了 原來真的是有起雞皮疙瘩的作用 第三個呢 第三個 第三個 快點 魚握手很近了 快點 阿賢 翻 這麼大聲的打巴士 我是沒有看過 阿賢舒服 阿賢舒服 來 粉絲我問一下有沒有正確 有沒有正確 有 有 好啦 那我們送給你小禮物 恭喜答對了 恭喜 來 手擦乾淨 來 好 準備囉 來 妳是怎樣 妳手 妳手抓緊嗎 醫生這是什麼政策 那個在盜汗 好像要感激 他流汗了 我們醫生趕快來幫你整治一下 他還好嗎 醫生 這時候需要巨星的手而已 好 喔 OK了 恭喜 恭喜 來 冒險 我們站在原地 因為我們還有幸運輔司 來 第二位 第二位 我挑一個 看起來很像拍打架的 半秋菊 這位 還是廊派 你看 你看他的臉看 很欠缺 結果就要拍打架 來 中間 來 請問一下 來 您有什麼願望先要達成 對 我的願望只是 能夠經常跑外賞 看他唱歌跳就好 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可以 現在 現在可以看 妳是要幫我摸 還是要幫我摸 還是要幫我摸 我要講一句 我是獨居老人 我走路所以還有拿拐杖 為了追 看起來很健勇 你是不想要讓他看到 你拿拐杖 還是你不需要了 看到他就不需要了 適合跟著陳孟賢 對 體力壓縱會變好 好 那我們等一下 給他這個肩膀拍拍 給他鼓勵一下 笑笑一下 好 來 請問一下 陳孟賢最愛唱哪一首歌 妳是當作這裡都沒人 那是人 愛唱歌很多 你隨便選一首 你選一首 剛才唱那個什麼 愛情跳跳 還有 我忘記了 表姐 妳現在是腳會怕 頭頭頭頭痛苦 痛苦你了 剛才有喝酒嗎 可以這樣子講本事的嗎 可以 你很沒大沒小 沒有 我們是親切 我們是 講話玻璃 不是玻璃心 他怎麼看我來笑都很開心 天啊 那妳本事的心臟很好 心臟 心理素質很好 這題不管答什麼都算對了 你要不要給他一個鼓勵 你想要我怎麼樣鼓勵你 你就拍拍他就好 抱一下 好 妳這樣偷摸 抱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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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 幸福 好 我們孟賢最後一位 這個幸運粉絲有多一位呢 最後一位 那個頭髮也是吹得滿高的 但沒有像他那麼高調 這個 沈美月小姐 沈美月小姐 米娃娃 米娃娃 你真的是很疼粉絲 因為你連他們的名字都知道 有二層 美層 雞翁 妳也是喜歡金獎 大概一百層 來 你的願望是什麼 我們先問一下 希望 沈梦祥 身體健康 唉唷 喔 他時常感冒喔 喔 因為你時常感冒 他時常感冒 太累了 那妳有沒有想要更多的福利 比如說跟他 像剛剛有人握手 有人擁抱囉 握手就好了 真的握手就好了 這個機會難得喔 快點 妳講一下 幫妳一起 我們今天幫妳一起圓夢這樣子 抱一下 抱一下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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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很恐怖的一個就要來了 一兩位牽牽手 然後開心的轉圈圈轉兩圈 好不好 這樣好 轉圈圈兩圈 好 又回來 我要問問題了 來 請問 沈梦祥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這是七 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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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公布嗎 有 你有公布是不是 一九八雷 這 你怎麼拉在那裡 我剛剛33歲 2月17號生的 哈囉 恭喜你答對囉 獎品 獎品 拉著圈圈來 我先澄清一下 我是 我是80年次 不是1980 紅蜜豆腐 差這麼多 差這麼多 來 我們來 仙女轉圈圈 來 1 2 3 開始 來 你拍他的臉 這一圈 太棒了 美娃了 恭喜 恭喜 妳也鬆腳 鬆腳 妳給她看 沈梦祥請回座 我們美娃也是回座 笑到這個嘴角 臉到紅色了 臉紅了 臉好紅 但是你都紅起來了 確定這沒事嗎 可以嗎 可以嗎 確定血液情況 不錯 我們剛剛發現 我們這次的福利 有一些粉絲 他們要求的就是 牽手 抱抱 這個在醫學上 是不是也會有一些 對他們有些 好的激素的分泌之類的 我想粉絲跟偶像的一些 適當的肢體接觸 其實可以拉近 他們彼此的距離 再來就是他們的確會感覺到 那種親近的感覺 開心的感覺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身體的放鬆 然後情緒的調節 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在你們身心課會建議你們的 可能來求診的人 有這樣子追心 或者是找一個目標的行動嗎 我們當然常常會鼓勵個案 去找尋一個 他覺得有興趣的目標 不一定是追心 也有可能是某個興趣的事物 只是說我們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要尊重一下 彼此的自己接觸 這個滿重要 沒錯 對 因為這個就是 不管是粉絲對於我們的偶像 那或是偶像對粉絲 可能也想要有一些擁抱 等等的時候 可能偶像只是想要讓 他的粉絲感覺到很開心 可是也要注意到 這個粉絲他會不會有一些 什麼心裡的一些擔憂 或是顧忌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像剛剛 能夠先在跟對方自己接觸之前 就先尊重對方說我可以這樣嗎 可以 你覺得你好 我也好 那這樣是最好 這是雙贏的一個情況 必須要尊重 因為其實這個真的一線之隔 如果你沒有取得別人的諒解 或別人的同理的話 那可能會就變成恐怖粉絲 或者是網路上會講這種黑粉 對不對 是 像我們也看過很多追心 有的時候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你知道很多偶像 他會被丟出來的禮物丟傷 對啊 那這個真的是大家要小心 還是要有點理智 那有沒有什麼要提醒 尤其是我們現在很多 影法族的朋友 影法族的粉絲 他們在追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呢 基本上追心其實是滿心理健康的 因為看到剛剛那個互動的過程 就是有些粉絲也說 不會我們心力很強壯 然後我剛剛看到其實是 打成罵俏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很可愛的互動 真可愛的互動 然後又是一個很健康的話題 就是增加我們可以聊天的一個話題 那要留意的可能比較是 第一個是陳醫師剛剛有說的 不管在經濟 然後時間上 對 跟體力上 我們都是一個量力而為的部分 那第二個比較是 心理上的部分 就是因為跟偶像的互動 然後追心 它比較是一個 理想生活的想像 但這個理想生活的想像 有時候一回頭 可能會把偶像 拿來跟身邊的人的關係去做比較 我知道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好有感覺 我常常看完那個韓劇之後 我就躺在床上看韓劇 我就看那個 好帥 金秀賢 看完之後你知道有點失落 因為你又要等下一個禮拜 才會有新的 這轉過來看我先生 我真的生氣 轉過來 金壯賢 怎麼會是這樣 或者是我看柯南 我也覺得裡面的人很帥 有沒有 然後回來看說你怎麼長這樣 覺得很深陷 不能這樣子 你不能 這是夢想中的生活 他就會覺得他很冤枉 但那個 失落感真的很大 只有你自己懂 大家要分得清楚 現實 真的 是 而且那個失落感有時候反而會加劇 夫妻之間的吵架 沒錯 因為在想像生活裡面 或是我們可能看戲劇 或者是看到在台上 都這麼地好 跟粉絲這麼地溫柔 動作這麼地 這麼地關心他們 可是回頭一看 怎麼我身邊這個人會不只長這樣 可能言行 舉止 就整個換面 還有一個不可憐 對 然後不互動 然後不是那麼地溫柔 這個時候我們會覺得非常地失落 所以有些時候 盡可能地就是要記得說 畢竟生活在一起的基準點 不太一樣 所以 不要拿來比較 拿來比較 我們就會有很多的失落 像這個部分其實有時候我們 當藝人也要幫忙宣導 真的 像很多那種婆婆媽媽粉絲 他們會把她跟兒子做比較 說我兒子如果像你這樣不知道要多好 如果每天唱歌讓我聽 陪我吃個飯 每天讓我這樣很快樂 不知道要多好 我兒子都沒有回來陪我什麼 我都會跟他說 阿姨你不要想這樣 因為 也是必須要做的 但是你兒子不一樣 你兒子要為到他生我生長 要打拼 要生我 要賺錢 所以說他如果不常回來陪你 有時候可能是很多不定義 所以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如果想你兒子的時候 他如果不回來找你 你就先來找我 好 我們尖叫聲太大聲的話 我們現在前偶像也有一個 同時也是歌手 他有一個護嗓的秘方也送給大家 是的 我們今天的健康洞派對 要教所有的粉絲們 當你們在為偶像應援的時候 你要怎麼讓你的聲音 發揮最大化的能力 平常的練習可以優化你的聲音 像剛剛我們說 全球巨星你們會說什麼 陳夢賢 對 那怎麼樣讓這樣的聲音 變得更大呢 平常我們是可以在做 更多的吶喊式的訓練 那首先我可以教你們一個 叫做河馬的訓練在發聲方式 首先你可以深吸一口 可以摸住你的喉結的喉部 然後女生沒有喉結 那你可以摸住你的咽喉的這個部分 在吞口水的時候 它會有一粒東西往下沉 然後這邊的時候 你深呼吸 然後這邊的氣息 腹部有一種支撐的感覺 然後你發出河馬的英文 河馬的英文叫做Hippo 然後當你吸氣 聲帶跟喉結往下降的時候 發出 1 Hippo 2 Hippo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覺得他在虎稿沙稿 他是有拿到疾難救助員 有護理背景的 我不是那是美生人才 他是真正的有護理背景 大家不要覺得他在拿搭檔手 這是認真的 認真的 這是我們以前在歌唱訓練的一個方式 然後這個方式的邏輯 是把你聲帶拉長 然後讓你的音域變寬 那意思是什麼呢 Hippo Hippo 你可能要再沉一點 然後當你最大化的時候 你的聲音會變成這個樣子 1 Hi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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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堅強慢慢 2 Hi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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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聲音可以變得很大 天啊 你聽起來好強烈喔 沒錯 現在是牧師在傳教 所以以後在外面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很多時候想幫偶像應援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很輕鬆地 用你們的聲音 是真的 叫全球巨星 陳沐弦 好厲害 看我聽漂亮的 有 妳很恩的 妳很棒 很棒 請問上醫生他這樣子有在亂搞嗎 我也學到了蠻多的 不過中醫 中醫也蠻重視一個叫 五聲的 五種聲音 叫做 呼 笑 歌 哭 吟 這樣子 剛剛那種呼 嘻 撲的過程當中 其實除了幫助聲帶之外 我相信他對身體的丈夫的共爭 是有一些幫忙的 所以中醫講的那五聲 其實對應中醫講的五個丈夫 就是所謂的 這彼此之間其實是有相互呼應的 那再加上剛剛的那種運動 這個基本上可以幫我們 氣血循環再更好一些 沒錯 對 有啦 因為剛剛就是在畫面 我剛剛不停地查看畫面 我想說 看起來好像有點荒謬 我跟你講這個訓練 什麼都好就是臉會醜一點 所以盡量在家裡 就是沒有人的時候 對 好 來 那我們來試著 剛剛的那個感覺 大家這個握住在這裡 我們立刻來試試看有沒有進步 好 我們一起來呼喊陳孟宣 好 我們呼喊之前先吸氣 三合一 一次 來 歡迎全球巨星 陳孟宣 也是一個掌聲鼓勵 好啦 不要叫我 好像幾千個人在現場一樣 對 我都有點沖血了 是不是 真的